而战果频发的欧战现场 乌克兰东部的前线城市巴赫姆特战况依旧焦灼 两军都宣称有斩获 现在乌克兰的军队平均每一天消耗6000门炮弹 已经是严重短缺 因此乌克兰几乎希望西方能够增援炮弹 但是欧洲最大的军火商指出 他们在挪威的工厂无法扩建增产 因为当地的TikTok数据中心用掉了所有的备用电力 西方援助的坦克车已经送到乌克兰 包括德国的鲍尔士和英国的挑战者 数十台生力军坦克车将成为乌克兰春天反攻的主战力 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姆特没有一刻安宁 我两军近距离交火 双方都宣称有所掌握 乌军称城市中心固若金汤 俄国佣兵则说他们已经三面包围乌军 近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频繁到东部和南部 前线视察 振奋军人士气 俄罗斯瓦格纳佣兵集团首领也到前线巡视 他正在策划新战术好让攻势更加有效率 巴赫姆特之战造成上千名俄国佣兵丧生 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俄军在乌克兰南部地区 辟出了一个大型的坟场埋葬阵亡佣兵 乌克兰平民也秘密策划反俄行动 在俄军占领的马里乌普尔 暗杀了俄国支派的傀儡警察局长 西方提供的先进坦克陆续送抵乌克兰 包括德国的鲍尔士坦克 还有英国挑战者坦克 数十辆生力军将成为乌克兰春天反攻的主要战力 乌克兰军目前最迫切需要的还有炮弹 战场上每天要消耗掉6000枚 炮弹短缺状况日益严重 战地指挥官请求西方国家加速增援 欧洲最大的炮弹供应商表示 他们在挪威的工厂无法扩建增产 因为当地新成立的TikTok数据中心使用掉所有备用电力 炮弹商还投出金融时报表示 他们担忧炮弹产量会受到猫影片的威胁 乌克兰南部城市杂波罗热核电厂近期因为俄军轰炸当地电力设施而断电 核安再度拉紧报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周一前往核电厂视察 还与总统泽伦斯基会面讨论 俄罗斯总统普琴宣布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物 俄罗斯的技术人员正帮助白俄罗斯改造实价战机 让他们有能力搭载核弹 此举严重威胁了西方国家安全 不过俄罗斯民众都很支持普京的决定 认为这是北约自作自受 俄罗斯的邻国芬兰在去年五月申请加入北约 匈牙利国会近日表决同意芬兰加入 北约30国已经有29国同意 仅土耳其尚未通过 TVBS新闻总统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